今天 很难得的在我的规访跟大家来聊天 今天的话题有点比较严肃 就是 因为其实今年是我来纽西安的第七年了 然后呢 在这个七年当中呢 惺惺色色各式各样关于所谓的移民这样子的 故事跟乡野传说 我听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其实也有很多 包括网路上面的朋友啦 也都对于移民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迷思 然后呢 可能在网路上面看了一些攻略啦 或者是说 看了有些人自己就是升起移民的过程 就觉得说 好像自己也可以跟他们一样 然后或者是说去找各种各样网路上所谓的偏方 然后让你能够快速的移民 又不用花那么多的钱 然后等等等等之类的 我真的 就是宝哥要在这边跟大家说 真的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的话 那移民它就不会有门槛了 就等于所有的国家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安 就是门打开 让你随时随地 你想来移就来移 对 就是这么轻松 这么简单 你没有 对 就是这样子 拜托 怎么可能啊 大家 你真的用脚趾头去想 这都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这种事情 真的 当我听到一些新的朋友跟我讲说 我打听到怎样怎样就可以怎样的时候 我其实 以前我会非常认真的去跟他们分析 说 不太可能啊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 我发现有时候你自己认为很热心 去跟人家说这些事情的结果 就是人家觉得你在泼冷水 然后人家就觉得说 怎么样 你了不起啊 你移民了 然后 你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不是 对 就是因为自己办过移民 所以你才会知道说 它没有那么简单 在几十年前 或许移民真的 就是人家开放需要你的时候 或许真的没有那么繁琐 或许也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或许也真的很容易 但是时过境迁 现在人家没有需要你 是你要来移民的时候 你觉得那个情况还会跟以前一样吗 不会 不是的 现在是你去人家家里敲门 要叫人家开门 跟人家开着门等你过来 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真的 一定要想清楚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 如果移民真的这么简单 这么容易 好像一弹子就可以做到的事情的话 那请问 为什么人家要准备 几千万来去做投资移民呢 如果真的都跟你想的一样 这么简单的话 为什么人家要准备那么多钱来去做投资移民呢 为什么 人家都笨 就你聪明吗 好吧 就算真的幸运的被你找到 所谓的偏门跟旁门左道 你用一些造假的方式 让你暂时度过没有问题 那假的 他永远就是假的 一旦你被发现到的那一天 人家是随时随地 有办法 因为一个判决 就取消你的永久居留 就取消你的国民身份 让你直接回去的 你不要以为没有这种判例 他真的有 所以永远千万不要存着一种侥幸的心态 假的就是假的 真的就是真的 好 再来呢 另外呢 就是 我 我不知道我今天这样讲 会不会得罪很多人 但是 我真的是要奉劝有些人 不要骗人家来赚钱 真的 赚钱要有良心 你们千万不要去告诉人家说 一定可以怎么样 不管你是仲介也好 你是顾问也好 你是律师也好 大家都不是移民官 都不是最后签字盖章 发给你签证的那个人 所以 没有人可以跟你百分之百的说 啊 你这样子办就一定可以过 没有一定这种事情 真的 拜托大家 赚钱 取之有道 真的 凭良心 不要用忽悠别人 骗别人来赚钱 赚这种没有良心的黑钱 你不会好过的 真的 真的有太多的朋友 每次 网路上面随便听人家讲一讲啦 或者是 先来social media上面 听人家随便说一说啦 啊 说什么 低门槛啊 怎样怎样什么就可以拿到身份什么的 啊 全天下就你最聪明 别人都傻子吗 你就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拿到身份 那别人挤破头想破头 花那么久的时间去读书去工作去考证照去拿一个技术去怎么样 然后去拿到身份 人家都是傻子 就你最聪明吗 唉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真的 不会有这种事情的 千万不要相信这种事情 真的 拜托 也真的不要再这样子来赚钱了 你良心都不会不安嘛 真的 不要因为急着想移民 急着想怎么样 然后就听人家忽悠啦 听人家随便唬烂你啊 骗你啊 然后就把你的钱赚走 然后最后呢 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拍拍屁股一走了之 你又告不了他 因为你自己也知道你是 对不对 你是要 你是要这样子去拿到身份的 你怎么告 你怎么告 你也不敢告啊 你就摸摸鼻子 对不对 被骗就被骗了 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所以 千万千万 真的 宝哥拜托你们 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 也千万不要随便 相信人家告诉你 什么跟什么 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啦 真的啦 如果移民都这么简单的话 人家干嘛要花那么多钱 真的 讲到这个就会一肚子火 因为 真的 有一些朋友 就是被这种话术 然后被骗了什么的 好啦 就反正 今天感冒也不能讲太多 要不然 这个鼻音是不是听起来有点性感 真的 请参考移民局 纽西安移民局的网站 上面都清清楚楚的 好吗 不要被人家骗了 赚钱不容易 我们 我们对不对 尤其是以 就是以台币来讲 这个费用动辄就是几十万 甚至于上百万的 你容易吗 你存这些钱容易吗 你为什么要傻傻的就被人家骗走了 对不对 真的 小心 小心 谨慎挑选 中介 谨慎挑选你 你所找的那家机构 如果什么事情都跟你讲 保证啦 包办啦 OK啦 没问题啦 那个才有问题啦 好不好 拜托 希望大家眼睛睁大一点 学亮一点 不要被骗了 然后也不要因为急着想移民 然后想干嘛就被冲昏头了 好吗 凡事停看厅 多问 然后自己 多先去纽西兰的移民局的网站上面看一下 看一些东西 自己心里面有个底 你才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家骗 好 拜拜